好我们持续还是要来关心选战的焦点 因为在新竹市长的选举部分气饱发酵 蓝白在昨天不约儿童炮轰 新竹市政府 民众党的候选人高宏案在昨天抨击 新竹棒球场18项的缺失 国民党的候选人林根仁则是表示说 市府黑箱作业偷工减料 施工品质欠佳 有三大问题 民进党候选沈慧宏反呛 不要因为选举就用无限多的政治口水 去抹煞市府同仁的认真 新竹市政府也扬言了 林根仁多次不时的指控 在昨天已经请律师提出告诉 好但如果说到了新竹市长的选战 这一回我们来看到的是高宏案的部分 高宏案他办公室爆发了性贫争议 有录音档曝光 高宏案约谈受害的小助理却说 加害者有教化的可能性 甚至女主管还对助理表示 在楼梯间被爆 你为什么不逃跑呢 好当爆发了劳资争议 办公室主管甚至还开呛助理 高宏案背后有鸿海三百位的法务 暗示对方不要把事情闹大 高宏案整议连环报 现在又被爆料高宏案国会办公室里 发生不止一次的性贫事件 但高宏案办公室竟然质疑受害者 在楼梯间被爆为何不逃跑 高宏案甚至还这么讲 办公室有人质疑伸出闲竹手 高宏案认为能被叫化 助理上缴公积金被质疑涉摊 当爆发劳资纠纷 女主管对小助理说了这段话 难道是拿着鸿海的庞大法务 来恐吓小助理 吹哨者拿出录音档等认据 提报监方处理 经过律师认证的有相当的可信度 大家在看到这些对话的时候 可能会去揣测或者去带风向 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太需要的事情 高宏案至今骄傲一对 似乎认为自己已经吻赢 政坛批评高宏案人前人后两个样 根本是高学历驾情心 录音档内容明显是女主管压迫小助理 更不该借用企业资源来施压 你知道虾米队大金鱼嘛 大概是可以感受到 我是高宏案的备认 他的作风得理不老人 当立委只管理一个办公室 就要小助理上缴数十万薪水 当公积金至今都解释不清 若真当上市长 不知道有多少百姓的钱 会变成诡异的公积金 记者谢宏如和孟谦 陈怡荣台北新竹采访报道 民众党党党主席 也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跟武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 黄珊珊两个人直播的时候爆料 最近有人跟他密报 表示说新竹有几条土地变更 超过了100亿元 暗指新竹市执政的民进党 恐怕是有弊端的 所以新竹市长候选高 红安才会被打得这么惨 好 柯文哲呢 在昨天再度被问到这件事情 他强调的是 资料准备好爆料者会提供 接下来呢还要来关心 这是国安局局长陈明通 在担任台大中国大陆研究 中心主持人的期间 收到来自匿名捐款 400万元的争议 现在持续延烧了 由于这个时机点很刚好 刚好是林志坚在写论文的期间 因此两笔捐款的目的 也起人意斗 陈明通呢 在第一时间再度疯狂跳针 他说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解读了 选举只剩下最后这一两天的时间 陈明通他的迂回恐怕是一种 避险处理 打迷糊仗惹的现场媒体都怒了 400万元的研究费捐款 逼出陈明通再度使出 影分身之数 网络爆料陈明通在台大指导林志坚 论文期间身兼大陆研究中心主持人 两度说到来自前新竹物流营运长 陈荣泉以匿名方式捐款两笔 一共400万元捐款人和捐款时机 都巧合的启人疑斗 如果他真的坦荡荡的话 就直接说你跟陈荣泉什么关系 你们两个看起来 似乎八竿子打不着 你当时是2016 你其实你那时候不是国安局长 你那时候也没有重新 回到蔡英文的竞选团队 你就是一个台大国发组的教授 那所以为什么一个 新竹物流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私人企业要捐钱 给你前后400万元呢 你把它交代清楚 为什么前后两笔捐款 都是用匿名捐款 时间分别落在林志坚论文提出 以及论文口试之前 不要到时又跟我讲 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 这样鬼扯的事情 王宏威大预言家 因为陈明通故技从事 还天外飞来一笔 帮已经被台大认证抄袭的 林志坚继续喊冤 我还是那一句老话 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问题 我据了解陈教授已经委托律师 陈教授委托律师的声明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陈局长没有进一步说明 你去问陈教授的委托律师好不好 我准备了非常充分的证据 而且有经过法院公正的东西 完完整整的证程 林志坚没有抄袭 他可能认为他不是一个讲话 很严谨的人 容易又被人家抓到话来生话 那现在离选举投票只有两天 所以他就交给律师回答 我想应该是 这个叫做一个避险处理 陈明通因指导林这间论文 至今仍被台大调查中 如今又被爆出400万神秘捐款 恐怕不是都能靠明通宇宙 自由切换就能解决 既然黄家伟 李佩萱首台报道 高雄美农的陈命香小番茄 出现了史上最为严重的病虫害 但是在明代成情之后 农委会改成认定属于天灾 要用现金来救助农民 不过台南的杨香瓜 原本被认定是农害 有管理的问题 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在国会说 当然是听我的 因此最后也把杨香瓜 列入了现金补助 蓝军因此炮轰 这难道是变相买票吗 南台湾今年高温炎热 加上降雨量少 导致高雄美农陈命香小番茄 出现史上最严重的风从 专家原本认定 这就是属于病虫害 非天灾不该救助 但在明代成情后 农委会转弯拍板 该认定这属于天灾 现今救助农民每公顷5.1万 看到小番茄的下场 立委说台南洋香瓜也要 原本专家认定 田地管理问题导致病虫害 但农委会主委一句话 又瞬间翻盘 说要补助8万 我们洋香瓜等这久 你都会不会给我们判断 还是我们洋香瓜小孩 当然不是 有20%以上的损失 我们就一个处理 这就绝对超过20% 我得到的回报是说 可能是有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说你如果叫隆家中去 每次都说管理 我就是要叫主委去 开去才会是气候 主委你头前说这样 姚夫头前说这样 我现在是要听什么 当然听我的 我听你的 网友也看傻眼水果涨在绿票舱 瞬间都成天灾了 忍不住狂酸 哎呀那台北的火龙果 台中的奇异果 应该没机会变天灾了 蓝军炮轰民进党执政超可怕 是非全在你嘴里 能否投票谁爱台湾 什么才是天灾 全都你民进党说了算 执政节有这个好处了 就是说出了他的绑装 还牵涉到补助 台南要不是说他们自己的人 但是是正国会 院长或谁有出面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好处 到了选举最后来做 起人移动 拿这个来做买票钱 农委会已经完全变成 民进党的一个側翼 这样搞下去 这个已经都完全违反了市场法则 完全违反了农业经济的法则 农委会澄清灾损认定 还是由专家决定 不是主委说了算 但看看主委的豪言壮语 蔡政府的大官 似乎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记得雨天行李佩洁 台北台报报道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